库里最近接受专访时透露了与克莱 正式决定分道扬镳的那一天 这个过程当然会有泪水 这是我们作为队友最后一次在电话中谈论关于未来的情景 自由市场开启的前一天 他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决定 我沉重的失去了几滴眼泪 经历在电话的另一头保持冷静 那绝对是我人生中最见能通话之一 他向我娓娓道来了他离去的决心 他说他有多么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人生南北多其路 同行一程已失难得 此刻不管他将去哪儿 我只希望他能快乐 其实当我得知网上各种舆论迹象 都证明克莱即将离队时 我仍旧抱着希望 幻想有一天他告诉我 我已经搞定合同的问题了 尽管他要我不要向管理层插手关于他的回归 但我还是笑着忽略了他的请求 我没有介入合同上的金额 但我告知管理层 我希望克莱能回来 但乔有时会是一个很冷酷的商人 在面临合同问题时 这种情况他似乎都会与球员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不会拍拍你的后背 确保你没事 但克莱需要这些 我们都知道克莱经历了怎样痛苦的两年 正是因为那些轻视和被忽略 这也成为了克莱需要那些尊重感的必然体现 无论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他都希望确保这是一个纯粹的过程 他想知道的是 这里是否还需要我 每当我们穿上勇士球衣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成功 荣耀和那些最好的时光有所依恋 当我们回顾那些岁月并贯穿这两年发生的一切 显然 克莱需要双弦奔赴 并保持一些立场 但这是一件非常情绪化的事情 他是我们三个人中第一个离开的 但最后 我们都必须做出人生中让自己无悔的决定 那也是他的权利 那一通电话中 我们无法绕开两年前对战克里夫兰的比赛 我们都穿上了他的球衣 他不卑不亢的从那941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整个弯曲的人们都为他沸腾 这些反应都会提醒他 我们之间一直有着 老不可破的情感纽带 每头中一球 我都会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 那一刻 我仿佛是一个球迷 我与身边人 谈论着他所有的比赛 或者 关于第六场的他 如果说万物皆有裂痕 我想那一季扣篮 那便是久违的阳光照射进来的地方 这也提醒了我 克莱对于我们这一段旅途 有多么重要 我想我们之间 一定需要一个正式的告别 在接下来的六周里 我会备战奥运会 我希望在他前往达拉斯前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 冰坦然的面对 那些人生中的悲欢礼合 没有怨恨 也没有恶意 就在那么一个普通 且赤诚的黄昏时分 愉快的对彼此道一句 山高路远 但一定后悔有期 我只希望他能快乐 那是他本就应该得到的 我们下个人生中的悲欢 感谢观看